尊敬的追同修 追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彌陀佛 今天再借这个共修的因缘 再次跟大家来学习 如果一些讲不妥的地方 不妥当的 请大家多多批评 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说明的就是 偶尼大师在弥陀经要节 对深信法门特别把它列出来 什么原因呢 当然要做一个简单来为大家 做一个分析 来研究 我们为什么要深信这个念佛法门 它有什么样的特色 释迦牟尼佛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每一个法门都是平等的 都能够帮助我们超越六道轮回 将来能够正福体 为什么我们要深信这个法门 当然一点要为大家来说明一下 比如说有一些人念佛 如果今天我们念佛只是修福报 那这一句名号就没有什么样的特色 你可以念观世音菩萨 念要师佛 或者念地藏王菩萨的名号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用超越横出三界的角度来看 这个法门对我们的意义就很大 那为什么祖师大德要我们对这个法门能够要深信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那首先我想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送并跟大家讲讲一些故事 也互相的鼓励了 以前我刚刚到台湾 就是台南进中学会 就是我们悟行师傅的道场 大家有没有去过啊? 有没有 有 我们赶快请我们的郑总 如果明年疫情没有了 做团到台湾去 没问题 不要一直待在澳洲 趁老上站 哦 我们哦 赶快 做团 我来领众 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去参访啊 特别现在啊 极乐市道场特别大 而且台湾啊 而且台湾啊 有很多好吃 哦 所以师傅以前到台湾了 第一个想念的都是台湾的小吃 特别好吃 我们也可以去参观一些圣地 这个 台湾啊 有四大名山 法谷山 佛光山 还有很多山 特别值得啊 我们以后啊 可以去参观 我第一次到台湾啊 在这个金钟协会的第二层楼 他有挂了一幅画 哪幅画呢 我很喜欢看这一张 啊 这一张 在这个台湾 金钟协会二楼啊 有这一张 我以前呢 刚刚到的时候 看到这一张啊 那个心啊 看到阿弥陀佛抱着这个小孩 那种很亲切啊 啊 就好像 就好像 一个父母 想念那个儿女啊 啊 啊 趕快回家 啊 就好像 一个父母一直想念孩子 哎 你什么时候回家啊 啊 啊 那个阿弥陀佛的眼神啊 看到这个小孩很亲切 而且啊 而且啊 他的 爱护 慈悲 甚至于超过父母那种 对儿女的想念 所以有一次呢 我就问这个 我就问这个 我们 学会里面的 一些 老菩萨 啊 因为里面很多一些 注重啊 啊 注重很多 啊 过难的人也很多 嗯 那有一个老人家呢 跟我说啊 他说 学武法师 这个图片 你知道吗 他说 我跟你说啊 这个图片啊 就是阿弥陀佛啊 要我们呢 赶快回家 不要带在我们这个六道轮回 赶快回来 因为回家真好 这个老菩萨呢 已经往生了 但是呢 他讲的那一句话 让我很亲切 所以阿弥陀佛每天想着我们啊 孩子啊 什么时候回家 啊 哦 该回家的时候 赶快回家啊 不要待了太久 在这个地方啊 只有苦没有乐 所以 到现在啊 对着阿弥陀佛就好像父亲一样 天天看着我们 啊 什么时候啊 能够跟他们在一起 阿弥陀佛每天都是这样的想 不但阿弥陀佛连死方一切诸佛如来 也是这样的想念 然后到了西方节的世界 父亲就好像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都好像我们的长辈 而且生到西方节的世界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所以 这种的感觉呢 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念佛的人 会有一种想念 希望大家也是一样 这些老菩萨呢 常常跟我讲 哎呀 要赶快回老家 因为我以前在台南金中学位住了很多年 所以回家真好耶 真的啊 为什么真好呢 我有一个朋友啊 很好的朋友 也是 现在也是我的道场的护法 很好的朋友啊 一般我们讲的就是 对女生啊 闺蜜 男的 哥们 呵呵呵呵 好 这个 他呢 是一位商业家 做生意的 但是他咋家 排为第一 把生意啊 排为第二 都是以家为主的 所以他 十点去公私 三四点就回家了 我有一天 他问他 你一大早就回家做什么 他说回家真好啊 那个回家的感觉真好 他为什么喜欢回家呢 感觉嘛 这个感觉的意思就是说 温暖啊 和睦 关怀 爱护 所以回到家里很幸福 回到家里很快乐 因为家里带来温暖嘛 所以他让他感觉回到家里真的很舒服 回到家里很踏实的感觉 如果今天这个家庭天真吵架 你讨厌我 我讨厌你 你不喜欢我 我不喜欢你 你会想回家吗 你回家没什么意义啊 你每天回到家都吵架 我都吵架都是我讨厌你 所以现在为什么 很多一些大富大贵的 富而不乐贵而不安 什么原因很多 所以尊敬的主义同修大德 虽然这个简单的道理啊 但是我们一定要透彻的了解 真的 你在一个家庭里面 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 你回到那个家庭 你的心里很踏实 就好像我们回到西方街的世界 为什么很踏实 为什么这么快乐 因为跟我们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这个世界带来不安全 不可靠 有生必有死 有生必有病 各种种的 所谓的八经交苦 每一个人都离不开的 所以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我们念佛 目的是为了什么 没有别的 要回到更好的家 要回到更好的家 这个家在哪里 西方几个世界 我们在这个世间的家 所以为什么呢 念佛 你看我疫情之前 我看到很多国家 那个念佛的人很普遍 所谓我们净土宗里面所讲的 三根仆辈 力顿全授 无论男女老少 就算你 连三岁五岁的小孩 八十岁的老翁 就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每个人都会念 很简单嘛 也不用出力 也不用耗很大的 一些 一些的力量 去背 去修 顺口都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但是为什么现在 念佛这么普遍 成就的人少了 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们没有把 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净土宗里面的经典 还有我们的祖师大德这些的注解 真真透彻了解 对于西方级的世界的无尽的庄园 无尽的美好 没有真真透彻的了解 所以产生对这个说服世界的执着 非常的严重 看不破 看不破 放不下 我们自己不知道而已 所以尊敬的 至于同修纳德 下面的 等一下要跟大家来说明的 那就是很重要了 我们对这个说服世界 为什么这么严重的执着 你没有把西方级的世界吃饿 搞清楚搞明白 如果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 你对这个世间会看得很淡 因为你知道这个世间而所有得到的只是暂时 它不是真的是你的 你今天所得到的只暂时跟你用而已 使经到了各走各的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得走的 今天如果我们对这个极乐世界能够彻底明白了 了解 对于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的劝导 那今天我们来念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 那真的效果就不一样了 你那个心会集中在这句名号 你的心除了阿弥陀佛之外 除了工作处事待人接物 其他的只有阿弥陀佛放在你的心里面 因为这个名号才能够带得走的 一切万物都才不做的 所以你要把集中集在一起 就好像我们看到人家在赌博一样 你看赌博吗 你看师父小的时候看到很多 喜欢赌博的人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喜欢赌博的人 有些赌博三天三夜 他不吃饭不睡觉的 他为什么能够喂得吃 因为他精神集中在 我要怎么样来打赢这个牌 就是这个道理 看有一些人家喜欢看联系剧的 从早到晚一直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他精神集中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个故事这个人是怎么死的 这些好人是怎么样的结果 每天就看这个联系剧 天天看着他 到最后是怎么样 也都是一样 被迷住了嘛 那今天我们如果来迷住这句名号 像他们那样来念佛 那成就都不得了了 不要说三年五年 三天 你就能够得神净土了 你看那个英格法师 英格法师 他为什么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 因为他心里知道 不守清规的人 将来会堕在五千地狱的 他害怕 如果我今天不用功的话 那阿弥陀佛怎么办 那只有两条路 不到西方解的世界 那就堕阿弥陀佛 所以他拼命的念阿弥陀佛 三天把阿弥陀佛念来 而且阿弥陀佛告诉他 你还有十年的寿命 英格法师 我不要 我现在就跟你走 你看 那个心 不动摇 对阿弥陀佛的深信 对西方世界的向往 从而不动摇的 那个精神 那今天我们为什么不行呢 没关系啊 你要慢慢来 阿弥陀佛也慢慢来 也无所谓 你要等十年 阿弥陀佛也等你十年 你要二十年 阿弥陀佛也要见你二十年 那没关系 所以呢 这个阿弥陀佛 如果今天你真的 对这句名号的功德 透彻的了解明白了 对西方其的世界真的 你这一句名号 就算你念一句名号 你就能够得胜尽度 你那种力量 你那个念佛的力道 非常之强 现在我们只是 有共修念佛就念佛 有空出来 该打电话的打电话 该讲话的讲话 所以没有真正的 其中 在这句名号 所以有断序 不像我们大师师菩萨 袁通章里面所讲的 静念相续 我们没有相续 我们常常有断序的 而这个断序呢 都是藏着什么呢 对这个世间 观念想法 种种的 产生的严重的执着 所以产生我们今天念佛 为什么不能得力的原因 所以 赶快回老家 修行 时间到了 赶快回去 不要待着太久了 这个 师父跟大家讲的是实在话 不是迷信 也不是消极 但是 我们已经明白了 阿弥陀佛天天都想念我们 你像 祖师当中 你想迷头 迷头想念你 念念相应 哪来不等成就的道理呢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简单来为大家说明这个 这幅图画 以前呢 我在台湾的时候 常常啊 每一天都看着这一张幅画 而且到现在 而且到现在 还有 还有 以后你们到台南的时候呢 要赶快去看 很大张哦 画的很大张 放在那边 好 好 我们看下面 来跟大家来继续分享 好 所以我们要深信净土 刚才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这个法门有什么特色 值得我们来相信吗 我为什么要相信这个法门 所以偶一大师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列出来三个重点的特色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教导众生都是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为重心 饶着这一句阿弥陀佛 那这个三个重点 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讲过 第一个重点就是它的特色 三根仆辈 利顿全收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第二个 是什么呢 虽然我们很熟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地方来跟大家学习 我们看下面 我们一起来读 念佛法门的特色无比殊胜 就是它能够待业往生 在一切法门中是没有的 学人烦恼的种子还没断 只要一生学佛好好修行 修行到你命中的时候能够正念分明 先不颠倒 一心不乱 你就能够得到西方阶言 往生净土 这个叫做大业往生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 我要提醒大家 我们读到这一段呢 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哦 无论你造什么样的业 五密十恶 左脚已经在五间地狱了 右脚还在这个世界 只要你肯回陀 你肯忏悔 你相信阿弥陀佛 对西方阶的世界 你非常的向往 你就能够往生西方阶的世界 这个叫做大业往生 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哦 但是修起来啊 不是那么简单啊 读起来很容易啊 读 阿弥陀佛 我有这么大的慈悲 无论你造什么样的业 你都能够往生西方阶的世界 只要你相信 看起来很简单啊 但是当你修起来很难 你看多少人临终的时候 有没有真正往生西方阶的世界 他的正念能够启齿吗 没有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都是业力牵着我们走路 我们一生 谁做主的 我们的业力做主 今天为什么 西方籍的世界 会这么无尽的庄严 无尽的美好 而超过死方诸佛的国土 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阿弥陀佛 因地修行的时候 愿力 大慈的愿力 而所感召来的 我们在这个搜复世界 都是以我们的业力 而所感召来的 这个区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今天如果你们大家 没有把这个业力 处理好了 因为这个业力太强大了 你不能小看它 你要一定要知道这个清楚 我们在这个生活里面 都是以业力牵着我们走路的 这个业力非常之强 而且非常强大 如果今天你没有把这个业力 处理好 将来啊 它会变成我们最大的障碍了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 它会变成你的障碍 特别我们这一生 想要往生西方起的世界的 想要超越六道轮回 想要有生死出三界的 你们要把这个业力处理好 那将来变成你的大障碍 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的人 常常会念 念我临终无障碍 愿我临终无障碍 所以师父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二十一遍阿弥陀佛 最后会念这一句 愿我临终无障碍 祈求阿弥陀佛加持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把这个业力处理好 那不是我们代业往生 那不是代业往生 你会被这个业力带走了 小心喔 不但你代业不了 而且你被这个业力带走了 那业力带走 你想一想地藏佛上本圆经讲得很清楚 言福体众生起先动念 我不是罪 我们的业力几乎都是带我们到哪里去 三二道 所以你不处理好你不行 现在我们看起来好像念佛 当我们身体健康 头脑清楚的时候 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都没办法集中 那临终的时候 你的障碍来的时候 能不能集中 这个是一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现在 人家看到这一段经文 很容易 反正临终的时候 有人帮助我们祝念 念这句阿弥陀佛 提起这个正念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要记得 你的业力很强 如果业力不强的话 我们不可能还在这个六道轮回 要记得这件事情 我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从我的内心而发出来的 告诉大家 来提醒大家 你大家去思维 想一想 是不是这个道理 要小心 不然的话 错过这个机会 那可惜了 我心辛苦苦又念佛 又不得到东西方起的时间 那不是很可惜了吗 所以尊敬的 所以同修大的 这个就是 为什么 我们呢 要怎么样来处理 这个 这个我们的业力 有四种方法 可以提供给大家 参考 下面会跟大家说明 所以 这个我们 一定要很清楚 要明白 不要到临终的时候 业力做主 那就完了 一定要愿力做主 你的愿力做主 那就不一样 你的愿力是什么呢 你的心 这些阿弥陀佛 你的愿 就是阿弥陀佛 这样的人 才能够争在 往生西方 这些世界 所以 阿弥陀佛 真的 我们看下面 我们看下面 所以阿弥陀佛的慈悲 他的悲愿身 色度之广 超欲十方 这个十方 是指什么呢 就是指十方诸佛国土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十方诸佛国土 没有代业往生的说法 唯独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才有的 虽然烦恼未断 但是你能够代业往生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伟大 这个就是为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 的特殊 这个就是说明 阿弥陀佛的大慈大悲 对于死方 一切众生的互念 在一切法门中 是没有的 真的是没有的 在一切法门 你一定要断烦恼 你不断烦恼 你是没办法的 但是在这个法门 你不用 只要你辅助 但是你又怎么样 辅助你的烦恼呢 这个也是一个 很大的学问 所以我们 代业往生 虽然没有正 我们看下面 虽然我们没有正菩提 没有达到 连初果 也都没有正过 连初心位的菩萨 也没正 但是能代业往生净土 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的 凡胜同俱土 地位跟我们 现在这个 说服世界的地位 都是相同一样 换个地方而已 我们现在住的 都是反送同俱土 都是释迦牟尼佛 反送同俱土 那我们今天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是阿弥陀佛的 反送同俱土 虽然生在反送同俱土 下下品的往生 但是你的待遇 你的福报 都是跟阿弥陀佛一样的 虽然你 大业往生 你没有真正断烦恼 只要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的待遇 跟阿弥陀佛都是相等的 因为极乐世界 都是平等的世界 它的好处 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想一想 就好像我们穷光蛋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拥有的 你也拥有 阿弥陀佛所有的 你一事好 也不缺 相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说明 阿弥陀佛有无量受 我们也无量受 每一件事情 都是心想事成的 每一件事情 无不是水心所欲的 你要看 《大乘经》里面 你去看一下 在十方诸佛国土 有没有像阿弥陀佛 极乐世界那样 没有啊 只有西方极乐世界 才有的 你的福报 所以为什么在西方极乐世界 我们的烦恼 起不了作用 为什么没有贪欲 为什么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 天天活得很快乐 别人有的 你也有啊 你想要住在一个天空的 房子就在天空 你想要住大的 房子就大 你想要住小的 房子就小 你不想住了 房子就没有了 你动一个念头 你想吃什么 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了 什么都有啊 别人有的 你也有 你会产生嫉妒吗 不会啊 我们这个搜捕世界 为什么这么辛苦 因为人家有 你想要游啊 人家抢 也要跟人家抢 所以活得很辛苦 所以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 真的是妙了 太了不起了 所以我常常讲 什么样在这个世上最有福报的人 大福大贵 或者健康长寿 子孙满堂 不一定 不是 因为都是假的嘛 什么样的人最有福报的 能够念这句阿弥陀佛名号 将来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是最有福报的人了 这个我简单就是说明嘛 因为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所得到的就是永恒的 不会改变的 所以以前 我在台湾的时候 在学习的时候 我看到这一段经文 我的心里面 整个心就塌下来了 很踏实 整个心就定下来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希望 有一个寄托嘛 你想一想 你想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要真正修行 成就 不迷惑 不颠倒 而不照应 再加上现在这个环境的诱惑 你行吗 有可能吗 很难耶 我以前出家的时候 我在想 这个世上有没有 有没有一法 能够帮助我们 很简单 而且这一生当中 能够了生死出三界的 有没有哪一法 佛讲的很多 八万世间法门 但是我们做不到 当你认识净土的时候 当你认识这个法门的时候 你整个心就塌下来了 所以 什么样的人 在这个世上 最有福报的 就是这样 恋火的人 所以今天你们 是最有福报的 真的耶 要珍惜耶 很多人不懂得珍惜 错过这个机会 就很难了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 所以如果今天没有阿弥陀佛 四十八月来度众生 没有尽忠念佛法门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大的成就 而这个大的成就是什么呢 生死自在 了无瓜 我们一定要知道 以我们的能力 你想要 比如说大成就 连出国最小小的 小成的虚头缓 出国虚头缓 我们能够做得到吗 做不到 不要说 真正断烦恼 连出国 虚头缓 言教里面的 初心为了菩萨的地位 我们很难 为什么难呢 我们看下面 为什么呢 因为佛在经上跟我们常讲的很清楚 必须要断三界 八十八片见祸 你才能够超越三界 了生死 超越六道轮回 我们能够断得了吗 很难啊 所以 你想一想 断烦恼 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 跟大家来说明一下 简单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八十八片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张 八十八片见祸 在大成经里面 佛福尚常常把它归纳五大零 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身见 不再执着 不再执着 这个身体 是我的 你不再执着了 你对这个身体 已经不再执着了 你能够打破得了吗 有人能够做得到吗 很难啊 很难啊 太难了 你看我们现在 多少人为了这个身体的欲望 为了这个身体 每一天的执着 每一天不断的造人那些什么 杀到邪影 为了这个身体 满足这个身体 满足你这个身体的欲望 不断地从外面的去造跃 去追求 所以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常常教我们在世的时候 要把四念处 作为自己的观想 就是这个原因 第一个是什么 观想这个身体 观尽 观身不尽 这个身体是不干净的 你不要执走这个身体 特别是那些女生 女生如果爱漂亮 什么都敢做出来 我讲的不是你们 外面的 你看那个 我有一个护法 她的朋友 常常去做什么 为了这个眉毛 让她漂亮 去做什么 刺激 刺激 我刺激很痛的 花不少钱 听说一次 澳币 两三千块 真的 不容易修 你首先你一定要看破 你能够突破 对这个身体的执着 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得好 我们看下面 这个金刚经啊 前半部啊 佛所说的 什么呢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四相 看破了 扑破了 你就能够证得 小城出火 虚头丸 大城 援教的 出行为菩萨 你才能够真正入门 你能够做得到吗 我们现在还没入门 我们现在还在门外 还没真正入门 你不要以为我今天念佛念得不错 你已经入门了 很美 你还在外 你还没真正入门的 《金刚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数者相 无我相 你真正把它突破了 你才是真正入门 你说 我们能够做得到吗 做不到 不要说能够突破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所则相 我们师父上人 在讲经当中的 常常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你看我们师父上人 这几年 在讲经当中 常常劝导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真干嘛 要真干哦 真正去修行哦 修什么呢 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利 放下五欲六成 放下贪嗔吃慢 这十六个字 已经很不容易做得到 有没有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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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国 小城的出国 虚头环 原教大神的初心为菩萨 实在讲 没有啊 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佛的标准 你要破见祸 这个十六个字已经很难修了 你能够突破 你有没有正 没有 有没有入门 也没有 所以你说 真的很难 因为佛的标准很低的标准就是这个 小小的标准 我们都做不到了 要断什么烦恼呢 断不了 所以这个身体啊 虽然是一个身体 但是里面的血温很大 那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面 我的身 我身件已经破了之后 那第二个就是要破边界 边界是什么呢 就是用现在话来讲 就是对立 我们常常对事对人 跟一切万物都能够有一个常常念头的心态 就是对立 所以众生为什么会活得很辛苦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错误的见解 真的 其实事实真相呢 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 都是跟我们一体的 所谓的 在菩萨道里面常讲的 无爱大慈 同体大悲 你跟一切终生是一体的 你还会跟众生一体的对立吗 不可能的 你对一切众生的爱护 你的慈悲是无有条件的 你对一切众生是无有条件的 你会跟众生一切万物产生的对立吗 是不可能的 我们能不能突破这一关呢 也不一定 你看我们的生活里面 看一切人 看一切事 看一切物 几乎 不是你好 不是我 我好的 都是每天都是看这个人 不好 看那个人不好 看一切万物都是对立的 你脸自一个方面 你就突破不了 你还能够断烦恼吗 很难 那第三个是什么呢 明天再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大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好念佛 聚会一处 真的很不容易 今天我只是为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 真的在这个环境 我们想要断烦恼 超越六道轮内真的很难 你不靠这个法门 你真的不行 你不要说大的成就 连小小的成就你都没办法 对这个身体的执着 对你自己的边界 你都突破不了 你怎么能够谈起断烦恼呢 所以这一句名号 非常妙 在一切境界当中 在一切万物里面 只要你能够用这句阿弥陀佛 你就能够成就了 很简单很容易的 所以尊敬的随同修大德 为什么为大家来分析这个地方 让大家明白 为什么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要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而且 释迦牧陀佛最大的愿力 就是希望一切众生 能够以这句阿弥陀佛将来能够大跃往生西方 去的世界 那事情就解决了 那事情就解决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如何念佛呢 要怎么样让这句阿弥陀佛能够得力呢 那如何能够将来真正能够大跃顺利 能够大跃往生西方的世界呢 要如何让这个大跃能够顺顺利利的 打倒西方的世界呢 明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如果有讲一些不对的地方 一些不妥当的 请大家多多批评 跟大家见面真好 跟大家聚会一起念佛真好 所以刚才早上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回家真好 怎么回家呢 靠自己的愿力 你能不能把这句阿弥陀佛念好 你就能够回老家了 今天讲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祝大家六十极强 祝大家老实念佛 我们将来同生极乐果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明天见 阿弥陀佛